CMHK的应用程式MyLink 为大家提供丰富精彩的生活资讯 同时可以即时处理你的流动通讯服务 今天就等我们教大家如何登入MyLink 首先打开CMHK的手机应用程式MyLink 按右上角的登入,进入登入界面 如果你是新上台的客户 就会在帐户新校当日收到由CMHK发出的客户密码 在你首次登入MyLink时 在登入界面输入中国移动香港的电话号码 或者客户编号和六位数字的客户密码 再输入画面显示的验证码 完成后按登入 另外如果你想更换密码 在登入后按更多 再按更改账户资料 在最上方的更改客户密码 输入旧密码 再输入买新密码 和确认新密码 再按确认就可以了 万一你不记得了密码 你可以在登入界面下按忘记客户密码 然后输入你的中国移动香港电话号码 或者客户编号 然后按提交 再输入你的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头六个数字 再按多次提交 然后你会收到一个新密码的提示短讯 同时 MyLink 会自动回到登入界面 你只需要按照正常的登入程序 输入新密码登入就可以了 大家也可以使用 用MyLink 的一次性密码登入功能 首先 在登入界面按一次性密码登录 输入你的中国移动香港电话号码 然后按取得密码 你就会收到一个一次性密码提示短讯 输入密码再按登入就可以了 提提大家 这个一次性密码是要在10分钟内用的 成功登入MyLink 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MyLink 处理电话服务 和看到其他精彩资讯